原委预计3月底要进行的第6届香港特首选举 因为疫情因素延至5月8日投票 目前是选举提名登记的阶段 4月16日将确定特首参选名单 不过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对外宣布将不争取连任 这对香港政局投下震撼弹 意味着下一任特首将由新人担任 这是继梁郑英之后 林郑再次以单一任期来结束特首身份 今天的国际新闻评论 要来谈谈林郑不角逐连任的深层考量 2019年反送中运动后 北京当局扩大对香港的政治压制 不但推出港版国安法 还延后立法会选举 甚至修改选举制度 让原本小圈子选举的范围更为缩小 进一步朝向中共定义爱国者治港的全过程民主 其实林郑月娥有没有要争取连任 都必须经过北京中央的认证 可以说林郑抛出不竞选连任的决定 背后深层的因素不是自己的选择 而是臣服于中共的决定 林郑月娥无法连任 正好反映出北京当局的不信任 2017年获得立任特首最高票数的777票 并以高达66%的得票率 成为香港首位女性特首 不过作为中共清定的人选 如何落实北京中央的意志 以及扮演好中央与地方的沟通桥梁 是林郑展现治理能力的挑战 更是北京当局减和政治能耐的关键 说白了 当北京直接由上至下的全面管制 这表示习近平对林郑已失去了信心 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 让国际社会更为关注香港的政治形势 林郑月娥被迫对香港民众 采取强力镇压的手段 这让原本引以为傲的社会稳定不在 香港作为全球城市的形象破灭 而当国家安全凌驾香港高度自治 林郑的罩门更显露无遗 不但无法重建香港社会经济运作 香港经济大不如前 全球金融地位不保 再加上疫情失控 甚至延烧到中国内地 习近平的一票早已否决林郑连任的机会 香港特首从来不是民主选举下的政治明星 而是中国推行一国两制的傀儡样板 由中共中央控制下的选举委员会 就算营造出竞争选举的氛围 但外界都相当清楚 没有经过北京当局的陨落 就算参选也都只是形势意义高于实质意义 如何成为北京放心的特首才是稳登特首宝座的唯一要件 政见经历都只是被查文件 1500名的选委才有特首选举的投票权 而不是由700万市民来决定 当中共中央强力推行港版国安法以及落实选举改制 泛民主派已失去主导选举舆论的能力 制度上由于无法通过选委会的推荐门槛 程序上更难以获得爱国者的资格审查 在没有提名竞争及舆论压力的形势下 北京当局不需要像过去一样急于推出候选人 拖延公布主义人选并非举棋不定 反而是凸显出对港全面管制 有胸有成竹的准备 谁是接班人由北京来一锤定音 下一个香港特首会是谁 无论是政务司长李家超 财政司长陈茂波 或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正英回国担任 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当事人正面表态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意角逐大卫 而是都在等待北京中央的垂涯 能出现的条件也不是提出伟大的竞选政纲 能获得习近平清点下的信任才是关键 那么香港极有可能复制 2019年的澳门特首选举 无人竞争下的一人参选模式 其实自北京中央全面管制香港开始 香港也不可能有双普选的机会 香港的政治运作会更封闭 从来就不是由香港公民来决定人选的特首选举 如今依旧是由中央掌控的选委会来投票签订 不需对香港民众负责 只要完全遵循北京当局的一旨办事即可 至于早已晋升的香港社会 鲜少人关心谁是新任特首 没有监督制衡的香港政治 特首也只是北京派驻香港的代理人罢了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